这才是对付人渣最好的方式 想要改变这个腐败的世界 就必须通过以暴之暴的方式 彻底消灭罪恶的源头 男人的名字叫东哥 曾是海军陆战队的一等兵 一年前 一个17岁的高中女生 无意中撞见了某位大佬的阴谋 她便指使三个想发财的小弟 在小巷子里抓住了女孩 女孩的命运可想而知 尸体像垃圾一样丢弃在野外 可这群恶魔不仅没有被逮捕 甚至还在大佬的庇护下 步步高升 向尽荣华富贵 为了给女孩讨回公道 也为了创建一个没有罪恶的乌托邦 东哥召集了一群正义之士 决定向这些败类展开制裁 这天 吴贤刚送女朋友回家 对面突然走来两个士兵 随后 他们将吴贤带到某个基地 看周围的布置 这里应该是一个军营 吴贤刚被带到审讯室 一名军官就出现了 冬哥懒得废话 拿出纸和笔 要吴贤写下杀害女孩的自白书 写了就等于承认自己杀了人 吴贤当然不肯写 冬哥拽住他头发 粗暴地将他拉到水池边 狠狠地将他的头按了进去 被灌了一肚子的洗脚水 吴贤终于妥协了 赶紧在纸上写了起来 冬哥拿起来一看 发现他写的根本不是自己的罪行 吴贤被打得浑身是血 赶紧将杀害女孩的认罪书写了下来 冬哥又问他 为什么要杀害无辜的女孩 吴贤并没有任何悔改之心 说自己是个卑微的打手 只是按上面的指令形式而已 拿到吴贤的认罪书后 冬哥便将他扔了出去 吴贤回到自己的车上 情绪瞬间就崩溃了 倒不是因为身体的疼痛 而是现在自己杀人的证据 落到了别人手里 自己的好日子肯定也到头了 画面一转 来到郑力士这里 他也是杀害女孩的打手之一 不过他还算有点良知 一直对女孩充满愧疚 如今已组建家庭 即将迎来孩子的他 为了让自己心里好受点 经常来到佛堂忏悔 晚上 他刚刚从寺庙出来 一群黑社会突然袭击了他 不由分说就将他暴打了一顿 不久后 黑社会老大出现了 又是咱们极恶如仇的东哥 原来他们为了避免暴露 每次制裁都会更换身份 东哥拿出他当时行凶的照片 要他写下杀害女孩的罪行 郑力士果然也不配合 他们便将他吊了起来 用锁链不停地拉他手臂 将他折磨得鬼哭狼嚎 但郑力士忍耐力极强 怎么也不肯就范 东哥只好对他不客气了 郑力士被打得受不了了 赶紧写下了认罪书 东哥又将他臭骂了一顿 本来就心存愧疚的郑力士 被骂得更加无地自容了 出来后 郑力士的罪恶感越来越强 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葬送在自己手里 而自己却娶妻生子 过起正常人的生活 他给妻子打去诀别电话后 就选择了消互 第三名凶手叫吴志祥 因为有大佬的庇护 他在公司晋升得非常快 每天都过得春风得意 结果马上就被东哥抓走了 这次他们扮演的是警察 东哥拿出他行凶的照片 要他写下自己杀害女孩的罪行 仗着由大佬庇护 吴志祥非常嚣张 兄弟们怕东哥闹出人命 赶紧拉住了他 吴志祥被吓得瑟瑟发抖 一边哭着求饶 一边写下了自己的罪行 拿到自白说的东哥很满意 现在的吴志祥再也没有了刚刚的不可一世 哭着祈求东哥的原谅 承诺一定会好好做人 此时东哥还不知道 背后有一双眼睛在偷偷观察他们 这个人正是第一个制裁对象吴贤 在发现他们又抓了一个人后 一路跟踪 最终让他找到了东哥的基地 第四名制裁者同样也是死鸭子最硬 但东哥的手段也是层出不穷 这屁股 最终男人在棍棒之下妥协了 乖乖交出了能让东哥满意的自白书 东哥在得到男人的忏悔后 警告他以后不许胡作非为 便命人放了他 然而迟迟未离开的吴贤很快就发现了真相 这群曾经殴打他的军人 原来只是一群伪装的冒牌货 跟着东哥的那群人 也都是社会底层的穷苦人士 他们有的是受尽顾客和老板羞辱的餐厅服务员 一身机油味 每天都被老板欺负的修车工 被好友骗走钱财 只能住在废墟的石荒老 为老婆治病欠下高利贷 四处躲债的负债者 还有天天生活在男友POA下的女声音员 我来说 等东哥他们离开后 吴贤走进了秘密基地 里面所有的武器原来都只是玩具 但灌他洗脚水的水池 还有揍他的狼牙棒 却都是货真价实的 直到真相的吴贤愤怒不已 接着 吴贤找到吴志祥 将自己发现的全告诉了他 太医率 现象上不耐心人 年轻人贵妃和愚悠惠 放弃背后 我们的给流血 痛了 丢的流血 无法提供 有一位 评订阅 几个 不行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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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一起 我 你 但吴志祥却拒绝了 他已经认清自己犯下的罪行 想开始重新做人了 晚上 东哥他们又伪装成保安司 抓来了一个叫陈浩诚的男子 他是杀害女孩的策划者 陈浩诚的地位应该很高 看到他们的装扮一点都不慌张 不肯配合的陈浩诚 很快就感受了一波电击疗法 就这样陈浩诚交代了自己的罪行 东哥接着问他 杀害女孩是否有过内疚 陈浩诚却说 自己做的都是对的 虽然方氏很残忍 却保全了利益集团的稳定 就算再接到相同的指令 他还是会照做 同伴怕出事赶紧拉住了他 并给陈浩诚戴上头套 随便扔到了荒郊野外 完事后 他们开始换衣服准备回家 并计划展开下一个绑架行动 不过他们此时都还不知道 那个怀恨在心的吴贤 在窗外偷偷观看了整个过程 第二天 他们又伪装成国情院 抓来了一个军队的老将 东哥拿出女孩尸体的照片 要老将写下自己的认罪书 但老将态度非常强硬 坚信自己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国家 一番折磨后 老将不得不向他们妥协 可他很快就发现了异常 怀疑他们并非真的国情院 毕竟这里的环境实在太简陋了 修车小哥掏出箱 想吓唬吓唬他 修理工瞬间慌了 而老将随后开始破口大骂 只叫他们才是败坏社会的垃圾 让其他人把为首的东哥抓起来 自己一定会保他们平安 兄弟们全都被吓蒙了 他们只是想惩罚一个坏蛋 现在竟然杀了一个人 而且还是军队的将领 这下是真的完大了 女收银员认为东哥越来越偏激 当场就说要退出这个游戏 其他几个成员怕受到牵连 也纷纷要退出 最终大家在河里处理掉老将的尸体后 纷纷选择了离开 任凭东哥如何劝说也无济于事 再次准备 你不想殺,你不想殺 嘿 我去報告你 我後來 我還是要殺你 找到负债者家时 东哥顺手帮他摆平了来要债的催修员 让负债者感激不已 一番动员后 东哥的队伍只剩下三个人 他们决定制裁杀害女孩的幕后大佬后 从此便老死不想往来 幕后大佬叫编五九 是韩国的检察院院长 他们伪装成清洁工 在他回家时袭击了他 然后将他带回了审讯室 东哥拿出女孩的照片 编五九马上明白了一切 原来东哥之所以策划这一切 是因为死的正是自己的妹妹 东哥起身拼命拉着锁链 将他折磨的鬼哭狼嚎 随后又接通电流 电得边五九浑身颤抖 石黄老他们怕闹出人命 赶紧将东哥给拉开了 东哥却变成了一头发疯的猛兽 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今天 说什么也要杀掉他 为妹妹报仇 石黄老当场撂挑子不干了 再杀人 他们肯定会越陷越深 可东哥却坚持要杀了他 石黄老便和负债哥 将东哥给靠了起来 看他们自己起了内讧 边五九开始忽悠石黄老和负债哥 声称只要放了他 就能让他们彻底改变底层的命运 二人的动摇 让东哥悲痛不已 就在石黄老和负债哥商量的时候 服务员一直视东哥视为英雄 准备和他跟罪恶对抗到底 可就在他准备杀掉边五九时 却被东哥叫停 如今的东哥已经明白 他们所做的一切没有任何意义 即便杀掉了院长 还会涌出更多败类 那就留下他的狗命 让他继续扮演恶人的角色 可东哥才刚刚离开 一直在外面偷看的吴贤就走了进来 得知他就是当年的作案者 边五九怒斥吴贤 为何让事情发展到现在这样 还扬言要让所有人付出代价 吴贤听后愤怒不已 既然边五九让自己变成了一个败类 那索性就彻底黑化 将恶贯彻到底 他用胶带缠住边五九的口鼻 用杀害女孩同样的方式 对边五九进行了最终制裁 随后他又穿上东哥的军人装 拿着当初殴打自己的狼牙棒 找到了藏在山上的东哥 此时东哥已经顿入空门 虽然已经出家 东哥却无法逃避内心的痛苦 本以为制裁几个恶人 就能建立起公平正义的乌托邦 可他发现自己根本改变不了这个腐败的世界 除掉几个恶人 又会涌出更多恶人 而他自己在复仇的过程中 同样也是一个施暴的恶人 东哥的信仰彻底崩塌 因此当吴贤痛击他的脑袋时 他没有做出任何反抗 任凭吴贤将自己活活打死 或许这才能让他得到彻底的解脱 全世界恐怕只有这个男人 敢直接伸手薅老马的头发 一脸蒙圈的两兄弟 赶紧下车查看情况 可四周荒芜人烟 应该不可能会撞到人吧 当老马回过头时 弟弟娃娃鱼正吓得脸色煞白 汉后的老马稳定情绪后 立刻拨打了急救电话 娃娃鱼则赶紧抢过电话 告诉接线员 自己过来的时候 就看到有个人躺在这里 既然如此 接线员便以人手不足为由 让他们自行处理 无奈 老马只能赶紧将女人抱起 终于 女人被兄弟俩带到了车旁 可下一秒 好不容易塞进车里 一顿手猛脚乱 女人终于被放进后座 就在老马以为 女人非死即残的时候 一阵声音声传来 女人竟缓缓苏醒了 她闭着眼睛满脸痛苦 感觉像忘了许多东西 女人自称是从手而来的 但由于失去了所有记忆 于是让两人去哪里 就送她去哪里 女人随即打开车窗 飘来的老式厕所的味道 让女人陶醉其中 老马兄弟俩则一闻一个不支声 看到女人坚持要单独下车走走 憨厚的老马 还不忘递上名片 让她有问题随时联系自己 女人接过名片 默然离开 转眼 兄弟俩回到乡下老家 上一次回来 还是在母亲去世三天后 父亲因为他们的迟到大发雷霆 他们对一直压迫母亲的这个大家族 没有任何好感 此举更是直接闹得现场一片大乱 直到老马被电机枪击中 这场闹剧才落下帷幕 而这也是兄弟俩最后一次看到父亲 这些年来 老马为了理想 当了一名考古学老师 日子虽然过得平淡无奇 但也不妨碍他能欠下上亿的负债 恶号接踵而至 老父亲突然在家中去世 虽然兄弟俩自从母亲去世后 便和整个家族断了联系 但这种时候作为儿子 也还是要出席葬礼的 可看到送来的丧服 两人睡一秒也不想穿上身 家族老人疯狂引用中国的儒家经典 痛斥俩人是不孝子孙 可俩人不仅右耳进左耳出 还压根没听懂 负债累累的老马 甚至惦记起 父亲有没有留下什么值钱的东西 可是在父亲的收藏室里看了一圈 所有东西全都不是商周的 而是上周的 最值钱的可能也就只有这块牌匾了 面对不断催债的短信 老马只好想着把牌匾卖掉 那只弟弟早就看到了老马的行动 他也不管那么多瓷器还是牌匾 只要卖了就必须分一半给他 要不是打不过他 瓦瓦于是真想给他两圈 俩人吵得火热 电话却突然响起 原来是白天 他们撞到的那个女人 来到约定地点时 大半夜如此诡异打扮 吓得老马不轻 不过女人这次来 不是来要他们赔钱的 女人没有任何记忆 因此他需要老马的帮助 为了讨他开心 老马大晚上的陪他荡起了秋千 心情变好的女人 在得知老马在考古方面颇有造诣后 声称要告诉他一个秘密 古朝鲜时期 有一对价值百亿的黄金佛像 就埋在他家老宅子的下面 环顾着自己曾经眼中 一文不值的老宅子 看样子 自己马上就要迎来人生巅峰了 隔天一早 老马就穿上了 昨天打死不穿的校服 然而前一秒 都还在迎接吊艳亲友的他 下一秒就叫来两个朋友 叨唬起了刚买来的金属探测器 接着就开着仪器 开始满院子乱转 很快就被家族长辈发现 而就在马叔想方设法的装成孝子时 娃娃鱼也没闲着 公司接到一个大工程 要征用他们村的土地 只要他能让亲戚朋友签字同意 他就能升职加薪 直接去德国掌管分公司 好巧不巧 娃娃一出门就遇到了 那个被撞的女人 于是和老马一样 娃娃鱼也陪着他四处玩耍 女人很开心 听说娃娃鱼想争地 二话不说就给他出了个主意 那就是熟记族谱上每一个亲戚的名字和身份 等到了第二天 就是娃娃鱼大放异彩的时候了 因为做足了功课 娃娃鱼来到调研现场 可以轻松叫出每一个大爷大姨的名字 并说出相互之间的关系 一顿寒暄 果然将这些老亲戚们哄得开开心心 二话不说 都在土地征用书上签了字 老马健壮极了 还当弟弟是听到了什么风声 赶紧带着朋友 快马加鞭的在宅子里一顿挖 还真被他挖出来一个铁罐子 可打开一看 很快 他们又在台阶地下 发现了貌似黄金的东西 本以为可以大发横财 看着这个手机 老马倒是想起了什么 当年他特意为母亲买了这台老人机 还为他设置了快捷播号 随时随地都能找到自己 可这台手机 为何会被埋在地底下呢 就在老马侧身躺在地上思考时 进来的瓦瓦鱼还以为他睡着了 偷偷摸摸地进来放文件 等他前脚刚走 老马就翻身起来查看 这才知道 弟弟是要把老家这些地全都征用了 可如今金佛像还没找到 可不能就这么被征用 他赶紧找到朋友开会 一定要在工程开始前找到金佛 不然一切都晚了 等他两个朋友离开后 瓦瓦鱼拿着刚刚的录音上门质问老马 谁知老马却面不改色 弟弟都能卖老祖宗的地 凭什么哥哥就不能卖老祖宗的宝物 三言两语下来 瓦瓦鱼开始口不择言 脑羞成怒之下 瓦瓦鱼发动口水攻击 老马恶心的心态瞬间爆炸 眼看俩人就要打起来时 神秘的被撞女人却突然出现在这里 兄弟俩顿时意识到 或许是被这个女人耍了 而当他们问起对方的真实身份时 他的回答让兄弟俩瞬间小脑萎缩 恰在此时 抓小偷的声音从不远处传来 两人只能就地 将地上的女人隐藏起来 情况紧急 二人拿来一张草席 浅浅盖住女人后 就慌忙跑走 然而一群警察也赶过来抓小偷 还似乎发现了什么 兄弟俩吓得腿都软了 好在只是发现了 有人偷偷扔在这里的烟头 心还没来得及放回肚子里 警察就推开了刚刚藏尸的门 大家一起走了进去 就在门外的两兄弟就要吓尿时 就在兄弟俩满脑子问号时 女人竟毫发无伤地从门口走了进来 他们赶紧将她搀扶着去旁边休息 原来其他人根本看不到他们口中的女人 而兄弟俩还对此一无所知 双方争论不休时 女人穿过面前的人群往前走 兄弟俩也跟着一路指 这么大个人你们看不到 就在此时 弟弟突然发现 女人竟然没有影子 原来从始至终 就只有兄弟俩才能看到她 反应过来的俩人吓得魂飞魄散 主持葬礼的和尚 被众人推出来驱轨 等到一切平静下来时 女人已经不见踪影 一旁的和尚则吓得浑身发抖 不断道歉 这么一折腾 老马算是不敢呆了 连夜带走了 包括牌匾在内的一些值钱物件 可开车行之半路时 却看到女人不断出现在 自己视线范围内 甚至 女人的不断闪现 吓得老马惨叫连连 等弟弟娃娃鱼一路开车追过来时 他才从恐惧中回过神来 今天是丧礼的最后一天 马叔闹这么一出 自然遭到宗族长辈们一顿责骂 但作为家族里的长孙 他是一刻也不想待下去 只因为这帮长辈们 从未让身为宗父的母亲 过过一天好日子 其实老马一直因为 没能送母亲最后一程 而自责愧疚不已 他一直想问问父亲 为什么不通知兄弟俩 可现如今 算是永远也不知道答案了 在整理父亲留下的那些收藏品时 老马突然发现了父亲曾写下的一个秘密 原来父亲其实是家族的养子 所以成为宗孙后 他一直战战兢兢地生活 生怕犯错 母亲去世前患上了老年痴呆 父亲想带他去医院治疗 可母亲却直接拒绝了 家族宗父地位低下 他不想拖累丈夫与儿子 只是请求丈夫 不要强行让儿子们成为宗孙 时间一天天过去 母亲的病也越来越严重 他不记得玩具是自己买给儿子们的礼物 只觉得这些东西很重要 便将它们埋在了院子里 渐渐地 他连自己老公也彻底忘记 最终离开了人世 按照家族的传统 这时候 父亲必须选定下一任宗孙的人选 可他记得妻子的心愿 不想让这些传统束缚住自己的儿子们 于是他故意将老马买给母亲的手机 放进香炉藏好 随后将手机号码交给家族的老人们 谎称这是他儿子们的联系方式 可不管老人们怎么打电话 对面都没有丝毫回应 直到去世 父亲都一直将这个秘密埋藏在心底 老马这才明白 这么多年 自己对父亲的误会到底有多大 就在此时 弟弟满脸慌张地找上门来 原来那个被撞的女人 其实就是他们的母亲 只是因为时间过去太久 他们竟没有认出年轻时母亲的长相 兄弟俩慌忙来到母亲生前最爱的秋千旁 可这里什么都没有 此时弟弟忽然想起 他才将工程同意书送回了公司 岂不意味着 这里就要被拆迁 两人慌忙向外跑去 必须将同意书给拿回来 画面一转 到了公司 弟弟一马当先 从领导手里拿回了同意书 可领导怎么会这么简单让他拿走 还一脚踩住了娃娃鱼的手 正好这一幕 被急着找厕所的老马看到 为了夺回文件 老板悬赏十倍工资的奖金 一时之间 办公室陷入一片混乱 兄弟俩显然是站不到任何上风 两人只好先赶回去 参加父亲的葬礼 想起这些年对父亲的误会 两个大男人哭得满脸泪水 可就在此时 女人突然出现了 看着棺材上的照片 她终于想起了自己是谁 为什么她总是会打着一把伞 因为那是丈夫送给她的定情信物 为什么她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要去荡秋千 因为这里承载着 她与丈夫乃至与孩子们最幸福的一段回忆 想起了一切的母亲 终于安然离开了 故事的结局 老马祭奠父母时 发现秋千旁的山坡上 有父亲留下的大片寒蓝 有了这种濒临绝种的植物 自然不可能再到这里修建高速公路 危机解除 兄弟俩像小时候一样 开心地在秋千旁玩耍着 只是他俩不知道 秋千的正下方 静悄悄地躺着一对价值百亿的金佛 可此时的俩人 似乎已经找到了 比金佛更珍贵的东西 你敢相信 眼前这个女人已经七十多岁了吗 是的 她也不敢相信 垂垂老矣的自己 会突然变成这样 名将莫顺的她 和绝大多数的老太太一样 整天就把功成名就的儿子成日 挂在嘴边炫耀 对儿媳贤淑的挑三拣四 让婆媳之间的关系如同水火 总是在她教育叛逆儿子治和时 站出来无条件地维护孙子 平时莫顺会在一家老年咖啡馆工作 身边唯一对她好的 只有从小一起长大的曾经的家仆老朴 在莫顺年轻刚怀孕那会儿 丈夫就去了前线 可等来的只有她去世的消息 从那以后 年轻的莫顺便含辛辱苦地将儿子成日 抚养长大 越是觉得儿子优秀 就越对家庭嘱咐而习不满 最终多重压力下的贤淑 不堪重负病倒了 好在送医及时并无大碍 但医生交代 要想让她的病情不恶化 必须得随时保持心情舒畅才行 可贤叔的父母早已去世 权衡之下 成日只能考虑把老母亲送去养老院 让贤叔眼不见心不烦 全家只有志和不同意这么做 殊不知 三人争论的声音被莫顺全程听到 心情低落的她 在隔天上班时 还被一个老朋友找上门来 当年对方一家收留了 差点饿死街头的莫顺母子 可莫顺却偷走了她家餐厅的秘方 在对面开了一家店 自知理亏的莫顺起身想走 被对方一把拉住 莫顺一声不吭地承受来自这位老朋友的问候 晚上她独自坐在车站 悲伤涌上心头 孙子志和这时打来电话 两人约好在地铁站见面 挂断电话的莫顺 看到对面的一家青春照相馆 还不如趁这时候 自己把遗像拍漂亮点 然而当莫顺推门出来时 全然不知 自己已经变成了20岁的女孩 就连公交车上的沙马特都来搭讪 重新戴上墨镜后 莫顺这才发现不对劲 现在这副样子 肯定是没法和孙子碰头了 莫顺折返回刚刚的照相馆 却发现这里并没有什么青春照相馆 只有一家开了十多年的餐馆 母亲一夜没回家 电话也联系不上 儿子成日来到老朴这里 却也寻找无果 重返20岁的莫顺 肩也不疼了 腿也不删了 各种高难度姿势 也完全不在话下 更衣势力 看着旁边老太农中的老太太 莫顺觉得 这是老天爷赐给他重新开始的机会 既然如此 莫顺决定 好好为自己活一回 他先是换成了 奥代利贺本的同款发型 接着去服装店 大肆采购了一番 只是这品味 主打就是一个复古怀旧风 总是看看不舍得买的蓝色鞋子 也爽快的全款拿下 最后 他来到了正在招租的老朴家里 告诉对方的女儿小朴 自己要寄宿在这里 当小朴问起他的名字时 解决了柱的问题后 化身成斗笠的他 给家里留了一张纸条 斗笠现在虽然人是年轻了 但还是拥有着一颗老太太的心 咖啡馆有一个女人玉子 总是对老朴暗送秋波 虽然老朴心里只有莫顺 但这个女人在台上的故意挑逗 属实让老朴有点吃不消 斗笠健壮 必然是要上台杀杀她的威风 毕竟当年的她 可是人送外号人间百灵鸟的 很快 美妙的歌声就吸引了 正好在附近的电视台导演 同样沉醉歌声中的 还有同样爱音乐的志和 异曲唱吧 掌声雷动 看到台下的志和 斗笠赶紧脚底抹油开溜 得知她是老朴家的租客 志和直接找上了门 看着志和一脸娇羞的模样 斗笠开始慌了 冷静下来才听到 志和其实是想邀请她 志和其实是想邀请她加入自己的乐队 原来她偷偷被这父母组建了一支乐队 但却一直没有主唱 今天被斗笠的歌声吸引 想邀请她当主唱而已 可一看到眼前这群沙马特 嗨卢哭狗狗豪的模样 斗笠一整个傻了眼 走吧judge 结果 跟着 接着 斗笠用自己的方式唱了一首老歌 果然让大家耳目一新 就这样 一支风格迥异的乐队诞生了 清纯复古小亮妹 搭配上暗黑风的沙马特 让不少路人开始著足观看 加上斗笠清澈的嗓音 顿时让围观群众纷纷自掏腰包 赚了个盆满钵满 庆功宴上 大家起哄让斗笠叫哥哥 他们从大街唱到舞台 沙马特们也变成了阳光大男孩 这天 坐地铁回家的斗笠 正好被不远处的导演看到 一下车就一路尾随他而去 导演还没来得及表明来意 斗笠就转身要走 正好有巡逻警车路过 白口莫变的导演 就这样被警察给带走 但很快 斗笠就和导演再一次相遇了 那天 智和的乐队要去参加一场选秀 又一次遇到她的导演欣喜若狂 斗笠这才知道 那晚跟踪自己的她并非坏人 一行人顿时欣喜若狂 兴奋的致和 还把斗笠请到家中做客 斗笠故作镇定 以参观房间为由 摸进了自己的房间 很快 银行账户上的变动 就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这个打着紫伞的取钱人 应该就是绑匪 眼前的这把伞 让老朴开始怀疑家里的租客斗笠 果然 斗笠又撑起了那把紫色的伞 趁她离开家后 老朴果然在斗笠房间里 翻出了陌生的鞋子和一副假牙 当斗笠晚上回家时 那副假牙赫然被挂在晾衣绳上 因为那副假牙是自己送给莫顺的 老朴不会认错 因此断定 心爱的莫顺肯定被这个女人给害了 在斗笠的不断提醒下 老朴这才后知后觉 斗笠的很多言行举止 都和莫顺很像 虽然这场经历太过于天方夜谭 但老朴还是相信了斗笠的话 只是两人过分亲密的举动 上一旁的玉子大跌眼镜 另一边 为了让莫顺的儿子成日放心 老朴在这两口子面前 好一顿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并拿出了一封 让自己带为转交的信 离开时 看着必擦亮的皮鞋 成日若有所思 自从知道心爱的人变年轻后 老朴没少努力减肥变帅 甚至打扮成鬼火少年 很快到了斗笠及其乐队上台表演的日子 斗笠站上舞台 把这些年来的心酸 全部融入了歌声之中 每一个听到这首歌的人 都情不自禁地深陷其中 为了庆祝这一次的胜利演出 导演带着大家一起去水上乐园玩 年轻人们纷纷跑向灶浪池 纠结一番后的斗笠和老朴 也决定勇敢体验一波 殊不知 随着巨浪来袭 差点溺水的斗笠被导演救下 脚背也因此受了伤 斗笠赫然发现 伤口周围的皮肤迅速变老 立刻找借口躲开了贴心照顾她的导演 回到家后 老朴看着变老的皮肤惊叹不已 暧昧的一幕 正好被女儿小嫖看到 我当你是租客 你却想当我后妈 这换谁也忍不了 斗笠就这样被无情地赶了出来 小嫖一番哭闹下 斗笠只好离开了这里 本想回家 可实在不知道该如何开口 眼看要下暴雨 走投无路的她 只好来到了导演家 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 已经70多岁的她 竟喜欢上了年轻帅气的导演 而那个总是被欺负的儿媳妇贤淑淑 没有了婆婆的叙叙叨叨 不禁开始想念起她的好 隔天一早 老嫖向成日坦白了真相 而身为大学教授的成日 岂会相信这种无稽之谈 与此同时得知斗笠昨晚在导演家过的夜 智和忍不住对斗笠大发雷霆 尽管知道这段感情不可能有结果 但斗笠还是忍不住去付了导演的约 送她回家时 导演还送了她一枚精致的发卡 这天斗笠无意中从老嫖口中得知 前不久还精神抖擞的玉子 脑中风住院了 然而当斗笠想着去医院看望她时 却被告知 玉子的病情突然恶化 已不治身亡 斗笠悄去了玉子的葬礼上 虽然一直和她看不顺眼 但生命的逝去 还是让斗笠难免黯然神伤 临走时还留下了玉子最爱喝的美式咖啡 这天下班的成日看到儿子乐队的合照 突然觉得有点眼熟 她翻出一堆老照片 赫然发现这个叫斗笠的女孩 跟母亲年轻时一模一样 难道老嫖说的都是真的吗 转眼来到了乐队在电视上的第一次直播表演 去修了吉他的制和 因为堵车只能选择骑共享单车 得知这一消息的斗笠 决定先把歌唱完 因为这是制和第一次独立制作的歌曲 能被粉丝们听到 是她一直以来最大的心愿 舞台上 斗笠和队员们的默契配合 直接将现场的气氛点燃 这段时间的一幕幕不断在脑海中闪回 斗笠也是在为自己而歌唱 此时的医院里制和已经被送入抢救室 因为血型特殊 医院血库的血液已经不够用了 而家里边唯一和制和同样血型的只有奶奶 可一旦书写 就意味着斗笠要变回莫顺 但斗笠依然选择放弃自己的全新人生 此时门外的成日已经明白了一切 她叫住了斗笠 这儿伦是年杰是男女比较 但是女性你看 好 anın仪胤送完 最后再看了一眼不远处的导演 斗莉就被推进了手术室 她的血液顺着管子流进智和的身体的同时 斗莉还是变回了一头白发的莫顺 时间来到一年后 如今的智和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姐姐则成了他们乐队的主唱 奶奶莫顺则坐在观众席 卖力支持着家人 虽然这对婆媳还是会犯罪 但他们的心却走得更近了 那个年轻帅气的导演 成了莫顺内心深处一段最美好的回忆 至于那个万年备胎老朴 竟然也发现了那家青春照相馆 当他再次出现在莫顺面前时 会变成了微型男的细花 baz呀 这边在 Gal